走平路沒問題 水上行走都一樣 參加比賽的太陽能水陸兩用模型車 要鬥快將乒乓球經平路和水路運到終點 不過就不是價格模型車都順利到達 經過一輪龍爭虎鬥之後 這個冠軍作品只是用了6秒25完成比賽 設計這輛模型車的學生說 需要在網上搜集很多資料 其實設計是要去網上搜集一些圖片或資料 去看看船身或形狀是否符合效益 他們的老師讚好學生在製作過程中不怕失敗 很開心 可以經過很辛苦地不斷地測試 重複又重複 這輛已經不是第一輛了 而是第四輛 而這輛外形好像高跟鞋的模型車奪得兩個獎 包括外觀和第二最快的獎項 設計的學生說製作過程中要不斷嘗試 我們做了一個測試 然後就去試 因為這輛在陸地走得很快 但水入面走得不太好 所以我們就坐在這裏繼續想 是否應該要轉一下其他材料 然後我們就做了這輛 很多都是用發泡膠 這個就是用舊的發泡膠 然後再用砂紙機磨 今次比賽共有39隊參加 主辦機構希望透過比賽 讓學生更加認識機械工程和太陽能發電 香港風範電視記者羅文麗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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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